巨大的施工身中 暴路机将原有路面爆除 这里是软软东市街 正在进行道路爆铺工程 这条衔接基辅公路的主要干道 平日车流量相当大 金融市政府从109年起 开始以示范道路的标准 进行改善工程 8月12号晚上起进入 最后阶段的爆铺作业 工程内容为道路AC 冲爆加铺10公分 不但提升路面品质达国际标准 并进行人形空间串联 及周遭排水设施改善 希望提供暖暖民众 舒适且安全的道路环境 我们在109年开始进行 东市街的整个改善的一个工程 作为一个示范道路的 这样的标准来进行 所以这几年 我们暖暖区的民众 大家也辛苦忍耐了许久 不过忍耐等待是有代价的 所以我们把路面下面的 五大管线全部做了 这个重新的一个整理 并且把路基做了大幅的一个改善 所以接下来的整个东市街的道路的品质 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会非常的平顺 对于期待已久的东市街 改善工程进入最后一里路 地方里长挤暖暖区三位市议员 都非常肯定 如果对于圣光塘旁三根电线杆无法一并下地 直言有点遗憾 也要求东市街道路重铺后 一定要做到两年内不能再挖入的承诺 花了八年 那终于这个零K到2.5K 这边可以解决 那这一段时间真的 也要谢谢市长 在本来从两千万开始 一直要到一亿市 那这也是光这些的 这些的薄油部分 就是几千多万 我想这个在大家 对这条路也忍耐很久 那我们大部分的工程的经费 都放在那个路基改善 这件事情也是合理的 那所以现在就会是说期待 我们这个0到1.2K的部分做完了之后 后面还有机会可以延伸 因为它终究是整条台二丙线 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完全 完全做到那个电缆拔除跟电缆下地 一年半以来 我们跟科长跟委员办公室 办了超过五次以上的县长会刊 那最后还是卡在经费上的问题 没办法施作 那我希望说现在已经没办法 因为现在路要扑下去了 那就是说希望说之后 还是再找尋经费来做这一条 那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是希望说这个铺完之后 陈如刚才很多理事长跟理事长讲的 我们希望说这条道路可以在两年内 我们一定要强力严格的监督 说两年内不得再任意开挖 协助争取中央补助东四街改善经费的 立法人蔡世英哲表示 将要求公路总局比照基辅公路 新北市路段的模式接管东四街 以立后续管理维护 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还是有一些 小的部分没办法完成 那主要就是在东四街26巷左右 这个地方电感下跌的问题 因为当时台电跟市政府 对于路线的一些规划 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个没办法处理 那我想说未来这条路 因为是省到台二丙线 所以我觉得未来 我还是会聚集来协调公路总局 来接收这条道路 那未来由公路总局来全权管理 这次道路爆铺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从镇农二号桥口 至东四街26巷口 第二阶段则由东四街26巷口 到水源桥头 全长约960公尺 为避免对交通产生太大冲击 施工时间从晚上8点 一直到隔天早上7点 预计最快 星期一上班日就可以全部完成 施工期间也提醒用路人配合 改道行驶 东四街 站 记者张启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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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